北檢在辦柯文哲是粗暴標述 整個北檢現在都在忙柯文哲 所有的弊案 包括超私案 包括高端 全部都沒有在動嗎 北檢用圖利罪 要辦柯文哲 超私案的陳吉仲跟林聰賢 現在人在哪裡 北檢辦了嗎 為什麼現在整個北檢 全部都是柯文哲的消息 每天放了那麼多話 選擇性的辦案 是政治性的辦案 司法碰到政治會轉彎嗎 最近的整個媒體焦點 好像每天都只有一個柯文哲 大家有沒有發現 北檢在辦柯文哲是粗暴標述 超數標述 可是呢 已經讓我們一年多 很多人檢舉的超私的土力 現在是文轟不動的 今天我們要提出三個很重要的訴求 第一個 8月30號 監察院 糾正了 農業部 中央續產會 而且把農業部 中央續產會 把超私送到 寒送到北檢去調查 北檢開始調查了嗎 還是整個北檢現在都在忙柯文哲 所有的弊案 包括超私案 包括高端 全部都沒有在動嗎 這是我們第一個疑問 第二個疑問 超私的進口雞蛋 去年鬧得沸沸揚揚 全民都要求要有真相 那時候至少有六個案子 是民眾跟立法院跟立委 到了北檢去告發 請問一年多 北檢辦到哪裡了 北檢辦到哪裡了 我們非常期待 等一下開完記者會之後 北檢跟我們講 監察院 寒送的 你辦了嗎 第二個 一年多 你的進度到哪裡 第三個 我們的疑問是 為什麼現在整個北檢 全部都是 柯文哲的消息 每年放了那麼多話 那麼粗暴 那麼標述 那其他的案子 進度到底在什麼地方呢 為什麼會有肉差這麼大 這是顯著性的辦案 是政治性的辦案 是怎麼樣 司法碰到政治會轉彎嗎 碰到柯文哲快辦 嚴辦 甚至是粗暴的 可是全民那麼關心的案子 為什麼都是牛部話 甚至是 文轟不動的 好今天 開始我們會針對 一系列的弊案 被 檢調 壓下來 不給人民真相的案子 我們會一個一個好好來徹底的檢視 更重要的 我們是一個有法治的社會 司法是要公平的 當你在辦柯文哲的時候 人民那麼期待的很多弊案 你到底辦了沒有 我們來看 現在 北檢用圖利罪 要辦柯文哲 甚至羈押了柯文哲 那我們要問 進口雞蛋 超私案的 陳吉仲跟林聰賢 現在人在哪裡 北檢辦了嗎 同樣用圖利罪 北檢辦了 陳吉仲林聰賢了嗎 今天我們會很明確的跟大家對比 到目前為止 北檢沒有找到任何柯文哲的金流 沒有任何的證據 每天謠言滿天飛 可是大家去看一下超私雞蛋 不管是立法委員的質詢 追到的真相 還有監察院 公佈的糾正案 裡面指證歷歷 不只是有證據 而且連金流都是非常清楚的 我們看一下 證據 包括他開了綠色通道 去掃除所有的進口障礙 本來 兩年多前 日本有禽流感 日本的雞蛋是不能進台灣的 可是農業部跟中藥市長會幫他開了綠色的通道 我一個給他一個一個給他看 這是監察院這段時間提出糾正案 他講了很多 你不可以不知道的 雞蛋的真相 第一 非常重要的 監察院查到的 旅約情形的確認書 他提到第一個點 他說 111年的下半年 量財 首批進口的日本雞蛋 他進來 是在110年的8月10號 抵達台灣的 可是你後來發現什麼 量財去進口 結果後來 旅約的對象是誰 是超市 而且當時 超市都還沒有成立 第二個 雙方簽約的旅約情形 這個確認書的時候 兩邊的交易的這個數額 超市那時候根本就是還沒有登記喔 更離譜的是後面 大家看一下 他竟然是一個空白的確認書 由廠商自己去填 等於超市即發的這個發票 去跟市場會 要拿我們人民的名子名膏 去付錢的時候 大家知道嗎 中央市場會的承辦人員 寄送的竟然是一張空白的 確認書給超市 等於你自己累了 你的數額是多少 你都自己簽 有這麼離譜的事情 所以後來出現有三個大的問題 這都是證據喔 這都是 經過立法院追了之後 監察院確認過 印證過的證據 買彈是沒有議價的 那時候 市場會跟日本的代理商 這個人現在浮出來了 我們追了這兩年 我們去日本買彈 去巴西買彈 大家知道 日本的對口是誰嗎 就是超市請老闆的女兒 我再重誤一次 日本那邊的負責人 就是超市請老闆的女兒 而且他們僅僅透過 電話的確認價格以後 連預約都沒有 連預約都沒有 你平常去蔡市場買彈 還要討價還價對不對 上億的錢 沒有議價 然後呢 只有透過電話以後 確認以後 進行就採過了 沒有簽任何的 整個合約 第二個 付款以後 竟然連審核的機制都沒有 你看之前我跟妳買彈 上億的彈不用去議價 然後付款的時候 連審核的機制 全部都沒有 而且裡面出現了一個很離譜的 在超市啊 竟然拿了一個單據 是重複去報了兩次 我們人民的納稅錢 名死名高 是就這樣被浪費掉嗎 同樣一張單據報兩次 我們中央戲展會跟我們同一步 完全沒有發現 這後來是立法委員跟監察員查出來的 另外 雞蛋進了台灣 沒有印收 所以才會發生去年 大家在市面上吃到很多壞蛋 大家有沒有印象 終於真相大白了 為什麼 我們在市面上買到很多壞的雞蛋 原來 超市的蛋進了我們台灣之後 我們政府連基本的查驗都沒有 就到市面上去賣了 所以才出現很多雞蛋 被檢舉說這個蛋有問題 我吃到壞蛋 所以從剛剛我跟大家介紹的證據是不是非常非常明確 好 剛剛講柯文哲 柯文哲被用圖利罪去辦了 可是你從剛剛我介紹的圖利是不是非常清楚 從農業部一直到中央續產會圖利了超市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更明顯的 我們看金流 來看金流 量財 這個進口爆關以後 超市那時候 剛剛成立了 他就開始收錢了 收了多少錢大家看 9月27號開始 續產會陸續將量財進口的蛋 支付給超市 那時候 一共付了多少錢 13批日本蛋 1910萬顆 總計多少錢 1億 3748萬 這是我們人民的有沒有金流 金流非常非常的清楚 到了112年 巴西蛋的時候 農業部那時候騙我們 這是後來監察院找出來了 監察院跟我們說 一共超市所有的雞蛋都是 代電貨款 包括關稅都是超市付的 有大家有沒有一項 我想媒體記者應該 有一項這個事情 可是這次查出來的真相是什麼 真相實際上是 海運第一批交貨之前 我們政府 中央續產會 已經用預付的方式 給了多少錢 2億4554萬給超市了 超市完全是 無本生意 他賺了那麼多錢 政府還先給他錢喔 所以這兩筆是不是就是金流 所以我要問 透過立法委員的質詢 透過監察院8月30號的糾正案 超市案 土力這麼清楚 金流這麼清楚 去年有那麼多人 檢舉了 辦到哪裡去了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 藍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